小伙上山打猎发现一块蓝色石头 而且周围还冒着蓝烟 他赶紧用双手捧起来 心想这一定是个宝贝 于是下山赶紧拿到肉铺换点牛肉吃 没料老板不识货 鹿翅小伙拿石头糊弄他 牛肉没换到 小伙还被赶了出来 为了能换点东西 本来想到野鸡店碰运气 却撞见几个士兵 他们蛮横无礼 还抢走了老板所有野鸡 小伙见今天换肉肯定没戏 没过多久就批颠批颠地回到家中 小伙叫阿杰 是一个穷小子 刚刚回来就被哥哥嘲笑 说他肯定是技术差 所以才没打到猎物 两人回到仓库 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但两兄弟并不是关系差 而是非常的要好 从小打架就是他们之间的乐趣 要不是父亲赶过来 他们俩估计能玩到天黑 哥哥和父亲离开后 阿杰将蓝色石头放到屋子里 因为他坚信这肯定是宝贝 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换到牛肉吃 将蓝色石头放好后 他就出去和哥哥除草 但哥哥却对阿杰说 他要离开了 自己不想在山沟待一辈子 他要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天 阿杰和父亲都非常支持 哥哥出去闯荡 临走前 父亲交给哥哥几个钢蹦 但董事的哥哥表示 自己已经成年 能够靠双手养活自己 还希望弟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 自从董事的哥哥离开后 阿杰就少了很多乐趣 除了上山打猎的时间 就是坐在夕阳下 望着哥哥离去的地方 这天阿杰在屋子里突然发现 阿杰目不转睛地盯着蓝色石头 只听见砰的一声 蓝色石头孵化出了一条神龙 阿杰这才知道 它不是石头 而是一枚神龙蛋 小神龙孵化出来后 第一眼就看见了阿杰 还把阿杰当成了爸爸 阿杰伸手过去时 小家伙也把头伸过来 突然小神龙头上发出一道闪光 隔天阿杰醒来的时候 小神龙就一直趴在他怀里睡觉 而阿杰手上 还莫名其妙多了一枚印记 阿杰起来后 小神龙就围绕着他转 阿杰知道小神龙肯定饿了 于是将自己家的牛奶拿来给他喝 但小家伙根本不喜欢牛奶 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老鼠叫声 一个飞扑过去 就把老鼠给吞下了 从这天之后 阿杰就带着小神龙捕捉田鼠 但此时的阿杰并不知道 由于小神龙的觉醒 一些邪恶势力也在慢慢向他靠近 囚小子捡到一只小神龙 随着他越长越大 阿杰也开始陪他学习飞行 渐渐的小家伙飞行技术越来越熟练 他跌跌撞撞地飞向天空 阿杰感到非常高兴 可是小家伙越飞越远 还消失在了阿杰视线 阿杰非常的失落 本以为小家伙不会再回来时 阿杰手上的印记突然发出强光 天上的小神龙不断地吸收天地灵气 也在一瞬间变成了巨龙 当神龙飞到他面前时 阿杰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 当神龙出现之时 人间地有一场浩劫 当天晚上阿杰来到一处地方 并在这里看见了有关神龙的书籍 阿杰好奇翻看时 一个男人瞬间出现 贪图吃阿杰不要动他的东西 阿杰见状直接说出来有 想知道更多关于神龙的故事 可是却被男人直接轰走 男人叫德书 是村里的唯一学者 但阿杰离开后 德书拿出了一个盒子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把宝剑 从这里可以看出 德书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阿杰离开后 路过肉铺时 发现几个神秘人 正在逼问蓝色石头的事 阿杰知道大事不妙 直接扭头就跑 跑到一半时 却被神龙龙找抓住 一下子就飞到了天空之上 而且还被带到了一个安全地方 阿杰非常担心父亲安危 不顾神龙的阻挠 直接跑回了家里 当他回到家中后 发现父亲已经惨死 阿杰非常愤怒 还责怪是神龙害了他父亲 让神龙滚出自己家 神龙气不过直接飞走 神龙刚刚离开 门口就出现了一个人影 原来这个人是德书 他发现阿杰手中的印记后 没有多说一句废话 一把火焰烧掉了阿杰的家 并强行拉着阿杰离开 来到一个安全地方后 德书才告诉阿杰 昨晚是神龙救了他的命 其实他父亲在他回去之前 已经被巫师手下杀害 村里的人除了德书和阿杰外 其他人无一幸免 德书还告诉阿杰 巫师正在满世界追杀他 还让阿杰利用印记召唤神龙 如果有了神龙的帮助 可以借助他的力量消灭巫师 以及推翻国王的暴政 但阿杰现在还是菜鸡 为了让他拥有对抗巫师的力量 德书决定收他为徒 并教授阿杰剑法 但阿杰天赋不高 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成就 这天他们路过一处村庄 阿杰出于好奇心 来到了一间诡异屋子 里面住着一个名叫安琪拉的巫婆 安琪拉告诉阿杰 死亡即将降临在阿杰头上 阿杰才刚刚出门 一个幽灵就袭击了他 好在德书来的及时赶到救下了阿杰 但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 不一会 大批的幽灵就杀了过来 危机关头阿杰爆发力量 射出的箭矢突然爆炸 瞬间击杀了这些幽灵 由于用力过度 阿杰也晕了过去 醒来后 德书告诉他 目前形势危急 已经没时间让阿杰成长了 为了解救黎明于水火 德书决定让他成为龙骑士 只要达到人龙合一境界 阿杰就会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很快驯龙计划就开始了 穷小子骑在神龙身上翱翔 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与神龙有了一点默契后 阿杰眼珠子开始变蓝 甚至能看千里之外的蚂蚁 在刚刚训练一段时间 他就认为已经神龙合一了 看见几个巫师的爪牙 自信满满地冲下去报仇 可阿杰太年轻了 一钻入树林 神龙就被折断了翅膀 爪牙趁机下手时 德书及时赶到 再次救了阿杰一命 爪牙被德书消灭完后 阿杰深感自责 为自己的莽撞而感到抱歉 另一边 失败而归的爪牙回去赴命时 巫师非常的生气 最终爪牙也难逃一死 接着巫师找到一个女人 并在女人胸口诅咒了什么 女人被诅咒的同时 阿杰梦见了她 在梦中阿杰得知 女人是神龙的守护者 因为巫师的入侵 女人不得已将神龙弹传送离开 阿杰梦中听见了女人的求救 于是再次擅自主张 准备要前去营救女人 德书极力劝说她等等 等达到人龙合一之后 才有本钱与巫师决斗 但阿杰根本不听劝 骑着神龙很快来到巫师城堡 由于与神龙共享了部分能力 他能清楚地穿透墙体看见女人 阿杰找到女人后 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 原来巫师早已等待他多时 只见巫师轻轻挥手 屋内的兵器都飞向阿杰 要不是有主角光环 估计他早就成马蜂窝了 突然巫师控制一杆枪攻击阿杰 关键时候德书出现 替他挡住了致命一击 就在阿杰以为无路可逃的时候 神龙从天而降 直接救走了阿杰三人 杀死巫师必须贯穿他的心脏 阿杰非常自责 利用神龙的力量为德书疗伤 可是导演非要他死 最终德书只能两腿一灯当场去世 隔天阿杰安葬好的书后 神龙为了致敬德书 利用能力把他冰封 以保证德书尸体不服 只因歧视精神永垂不朽 安葬好的书后 守护者阿兰突然晕倒 原来他中了巫师的诅咒 这种诅咒需要沃顿人才能救治 很快在神龙的指引下 阿杰来到一处寒坛 跳下去之后 很快就找到沃顿人首领 阿杰请求首领救人 可是首领非常警惕 甚至还想把阿杰抓起来 就在这时神龙飞了进来 沃顿首领看见神龙 表示答应阿杰的请求 唯一要求就是 让阿杰帮他们对付乌师 阿杰答应后 首领还打造了一副神龙铠甲 以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而另一边 乌师为了消灭隐患 召集了十万幽灵 很快就发起了进攻 沃顿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 很快就与幽灵大军打在一起 经过几周的训练 阿杰与神龙契合度越来越高 只见他骑在神龙队上 对着幽灵大军就是一顿猛喷 在神龙的火焰攻击下 幽灵大军折损大半 乌师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王者对王者 但无论阿杰怎么攻击 乌师就是杀不死 就在神龙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阿杰想到了德书的话 他趁着烟雾弥漫 直接从神龙队上跳下 禁止刺向乌师 乌师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阿杰刺穿心脏 也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神龙看见主人快要被摔死 于是拼尽全力冲了下去 终于在最后一刻救下了阿杰 故事也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